哈利路亚,愿各位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早上要和大家共同勉励的题目是教会的发展第三篇 从《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使徒行传》的教会是如何发展的 我们知道真耶稣教会就是复兴了早前使徒的教会 所以我们是唯一的教会 我们今天要学习说在《使徒行传》当时的教会是如何发展的 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分享了五点 第一点就是他们同心祷告,圣灵动工,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侍奉 第二点,教会就像一家人可以吸引很多人 第三点我们讲到他们去除了教会中的孝 也就是罪,所以所有的人都敬畏神 所以教会就像发展起来了 我们所谈到的第四点就是教会有健全的组织 当教会人数增加的时候,他们就选了更多的工人来帮助那些使徒 他们不只解决了问题 而且他们有更多发展的空间 那第五点也就是他们内外都享有了平安,教会可以持续的发展 那今天这个早上我们要谈第六点和第七点 因为每次教会在谈发展的时候就会有事情发生 第六点 教会在困难困苦中积极地传道 请翻开《使徒行传》第十二章二十四节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这里又再一次提到说神的道日见兴旺 那我们要读说在这经节之前是发生了什么事 这可能与我们想象的相反,也就是说 教会在那个时期其实经历了很多的困难和逼迫 是的,我们常常讲教会必须要在外面的环境中享有平安才能继续发展 但其实相反的,有些时候就算是在外在的逼迫中 教会发展得更快 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曾经说过 那些为异受逼迫的有福乐 因为神国是属于他们的 是的,我们要得着神的国 我们必须要先经历苦难和逼迫 同样的,一个教会要成长 有些时候必须要经过火的考虑 也就是试探和逼迫 请翻开使徒行传第八章 这里形容当时的逼迫如何促使了教会的发展 第八章第一节 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 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 在之前的一章,也就是第七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 第七章记载了一个非常忠心大有能力 神的工人斯提反被杀了 他是七位之前才刚被选出来的工人 但是现在他被圣灵充满大有能力继续传道 但那些众人不但没有相信 反而用石头把他打死了 所以他是第一个殉道者 第八章的第一节就记载 从那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就大遭逼迫 在耶路撒冷所有的基督徒都面对了很大的逼迫 我们会觉得这是一件很糟的事 感谢观看 因为他们的圣殿在耶路撒冷 他们每一天都可以在那里有团契、有崇拜 没有人想要去别的地方 而且他们的家就在耶路撒冷 所以如果没有遭逼迫的话 教会就不会发展到耶路撒冷之外 所以神让耶路撒冷的教会遭遇了逼迫 所以信徒散在各处 感觉他们是在逃难逃命 但同时我们来看看第四节 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 第五节 菲利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 我们这里就可以看到 神让信徒分散在各处去各处传道 包括菲利下了撒玛利亚去传福音 所以这就是神美好的旨意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心里当然是会有疑问 但是我们绝对不能对神失去信心 我们也许会问神 为什么你会让这件事情发生 为什么你要让我受苦 为什么教会要经历了这个艰难的时段 尤其是面对逼迫 在神耶稣教会早期的时段 早期的工人也同样面对了逼迫 有些人被囚在监里 有些人被关了十几年 有些人被鞭打 有些甚至死亡 就好像使徒的时代一样 但神的道从来就没有办法被这样捆绑住 请翻开第十一章第十九节 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 只走到菲尼基和塞普路斯并安提亚 他们不向别人讲道 只向犹太人讲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不止到撒玛利亚 他们还到菲尼基 塞普利亚 还有安提亚 也就是在西北边 第十一节 主与他们同在 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 这里说 在困难困苦中 神与他们同在 我们所害怕的不应该是说 环境艰难 当然没有人喜欢艰苦的环境 我们喜欢每一天平平安安地起床 可以去教会 完全没有任何人的反对或者是逼迫 这是很好 但是我们真正要怕的是 神不与我们同在 我们可以活在安逸舒适的环境 但是如果我们的信仰 信心越来越软弱 那我们就应该要担心了 但是这些在苦难中的人 神与他们同在 他们对神的体验更深 我们能不能想象 如果自己在这样艰难的环境中 我们还可以开口讲道吗 我们可以想象 他们一定是体验神 非常的深刻 每一天他们都感受 主与他们同在 神改变了他的生命 主耶稣给他们力量 可以继续前进 下一张图片呢 它显示了 在罗马帝国的时期 对基督徒的逼迫 在教会成立几十年之后 罗马帝国对他们的逼迫 变得非常的严重 他们不只把他们 下到监狱里 而且他们还杀基督徒 就只是为了他们自己的乐趣而已 如果你现在到罗马帝国 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竞技场 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建筑 但是有一段时期 罗马兵丁会把基督徒抓起来 把他们放到这个竞技场 就好像大家在看戏一样 然后把老虎啊 狮子放出来 在大众面前 把这些基督徒撕裂咬死 但是那个时代的基督徒 虽然他们很害怕 但是他们没有放弃信仰 他们聚集在一起 继续地祷告 是的 那时候的罗马政府 可以杀很多的基督徒 但是每次他们杀了一批基督徒 就更多的人 归于基督教 所以有些时候 如果你可以存活下来的话 其实经过苦难和逼迫 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强 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去到别的地方去传福音 我们现在虽然是住在一个非常舒适安逸的环境中 是的 当我们住在加拿大 美国 或是一些西方国家 我们可以享有信仰的自由 但是其实现在在世界很多其他的地方 并不是这个样子 这张图片显示的就是 一个在斯里兰卡的教会 被极端分子 或者是恐怖分子 攻击之后的一个景象 这不是只是发生在一个国家 去年有一个新闻也有这样子的报道 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 对基督徒的逼迫 其实已经到达了近乎是灭祖种族的阶段了 这个报告说 现在基督教已经是面临了要消失的危机 也许你会怀疑说有这么严重吗? 是,就是这么严重 那夏天告诉我们 所有的基督徒 不论是教派 八个基督徒里面 只有一个会遭受逼迫 这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数字 光是去年就有近三千的基督徒 因为自己的信仰而被杀 现在你看的就是世界的地图 它显示说哪一个国家的基督徒 面对最大的逼迫 白色的部分就显示 就是没有什么逼迫的国家 那这些比较暗色的、橘色的地方呢 就是非常极端的逼迫 比较浅色的部分呢 就是比较少的逼迫 所以对基督教最大的逼迫的国家呢 第一名就是北韩 如果你在那里是个基督徒 你就会被拘捕放到监狱里 第二个对基督徒逼迫非常严重的国家 就是阿富汗 如果你被弃伊斯兰教 想要作为一个基督徒 那大家就会把你抓起来 用石头将你打死 所以有些国家有很多的极端分子 所以圣经已经预言 在末世会有大逼迫 这就是为什么在这个大逼迫来临之前 我们必须要建立好自己的信仰 那俗话说 生于忧患 死于安乐 这个对于我们信仰来说 尤其的真实 我们来看看早期的教会 他们面对了这么大的逼迫 但那些存活下来的信徒 他们的信仰非常坚定 就像早期的教会 末世的真教会也是一样 我们也会面对同样的逼迫 有一次我和一位长老谈 他是从一个信仰不是非常自由的国家来的人 几十年前当地的政府大大的逼迫 但后来国家越来越开放 那大家就比较享有信仰的自由 那我就问那个长老 那几十年前和现在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那信徒的信仰有什么不同呢 那这个长老就叹一口气说 几十年前当我们没有信仰自由 我们面对逼迫的时候 信徒的信仰其实是非常热心 非常坚定 有些时候我们要举行洗礼 或者是我们要聚会 都是要偷偷地做 我们也没有很多我们可以读的圣经 但是信徒的心与神非常坚定 他们紧紧地抓住神 只要一有机会 信徒就会聚集在一起 但是现在已经没有逼迫了 社会已经开放自由 但是我们看到很多信徒的信仰反而是退步了 所以要让一个教会复兴 主耶稣会让教会面对某一程度的逼迫 尤其是在某一些国家 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好 因为我们不知道明年或未来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不要担心 如果你面对了逼迫 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让你与神的爱隔绝 请翻开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 罗马书第八章三十五节 这里圣经提醒我们 就像保罗和他的同伴 他们面对了各式各样的困苦和患难 有时我们觉得这样的事件 可以让他们与神的爱隔绝 让他们停止为神做工 但保罗说不可能 这些事情绝对没有办法停止我们 为什么呢 因为在他心里有一股更大的力量 也就是主耶稣基督的爱 他为了我而死 为了我而牺牲 如果我为了他受一些苦 这没有什么 就算我要为他而死 我还是会继续做工 保罗的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那我们心里也应该有这样的观念 我记得很多年前 我去南非 去非洲 去访问了一个我们的教会 那个教会受到了很多的困难 因为当时那个国家有了内战 因为内战 我们很多的信徒四处的逃命 需要逃到这个丛林里面 躲在里面 有些时候要躲几个礼拜 甚至一个月 他们缺乏水也缺乏食物 那后来在当地又有疫情 爆发 那在当地正耶稣教会 也被其他的宗教 还有基督教派排挤 所以当地的信徒 真的是受了很多的苦 很多年我们其实 根本连去拜访他们 都没有办法 因为战争的缘故 但是感谢神很多年之后 我们总算可以去拜访他们 当你去拜访他们的时候 你发现信徒都还在 信徒都还是聚集在一起 守安息日 继续持守信仰 所以当我去拜访他们的时候 我心里非常感动 是的 他们的逼迫和困苦 其实摧毁了他们很多 所拥有的事情 但这些同时也坚固了他们的信仰 所以早期的使徒教会 他们也是在逼迫中成长 第七点 另外一个教会发展的奥秘 也就是全教会一起同心祷告 尤其是替教会的工人祷告 请翻开使徒行传十二章二十四节 我们刚才已经读过了 我们再读一次 神的道日见兴旺越发广传 那我们要问发生了什么事呢 是的 我们有说他们遭受了逼迫 其他人把他们一个工人杀了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第一和第二节 那时西律王下受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at that time the ruler King Herod is so wicked he harassed he already tortured some of the church workers 那个时候 西律王也是他们的领导者 非常地邪恶 他已经苦害了教会中几个人 and have killed another apostle the brother of they killed James they killed James the brother of John 而且又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看到这里又感觉 好像魔鬼又赢了 因为在司提反之后 又杀了一个工人 那那个时候 他们又捉拿了西门彼得 第四节 西律拿了彼得 收在间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逾越节后 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办他 那西律觉得说 他逼迫基督徒 其实犹太人喜悦的 所以他又把彼得 抓了出来 之后想要把他杀了 因为彼得在耶路撒冷的教会 是领导者 所以西律觉得 如果我杀了彼得的话 那大家都会很开心 这个教会也会灭亡 那个时候彼得是在铁链里面 而且还有四班兵丁看守 他要逃离这个监狱简直是不可能 那几天之后就是在余夜节之后呢 西律就要把他杀了 但是这里记载了一个事件 第五节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为他切切地祷告神 这里说彼得虽然被囚在监里 但是全教会都一直迫切地 替他祷告神 我们知道当魔鬼要攻击一个教会 他不需要攻击每一个人 他会特别攻击教会的领导人 那属灵的领导者是谁呢 那个时候就是使徒 彼得也就是使徒中的领导者 那今天教会的领导者是谁呢 当然我们有职务会 我们有长职 我们有执事 他们来帮助教会的行政 但是属灵来讲 是全职的传道人 来带领大家的信仰 但是有些时候 全职的传道人 其实自己就像被架在监狱里一样 被捆绑了 当然彼得是因为逼迫而被下在监狱里 但今天很多神的工人 是因为其他的事情而被捆绑住了 那他们是被什么捆绑呢 有些人是被世上的俗事所捆绑 虽然他是全职的传道人 但他的心并不在侍奉上 他整天都是忙自己家庭 或是世俗的事情 他的心并没有在神上面 所以他们其实也是被捆绑了 有些全职的工人 也许是被自己的贪心所捆绑 他其实是应该要专注在传神的道 但是他自己心里一直想要如何赚更多的钱 常常去想要投资啊 买股票啊 如何赚更多的钱 有一个执事曾经告诉我 在另外一个国家 有些全职的传道人 整天在谈要如何赚钱 也就是在别的地方买一些珍贵的石头 把他带来城市 再转卖来赚钱 如果一个神的工人 整天都在想这种事情的话 他的心其实是被捆绑的 有些全职的工人 他们的心被自己的情欲捆绑 因为他们也是带着肉体的 所以如果他们不小心的话 一样可以被魔鬼诱惑 有些全职工人被异端斜说而捆绑 他们的心已经不再追求真理 那当一个神的工人跌倒了 教会会有很多的信徒一起跌倒 所以那个时候呢 有一个神的工人被囚在间里 整个教会都窃窃的为他祷告 很多时候很多信徒都会跟传道人说 求求你帮我祷告 求你帮我的家人祷告 或是其他的事情祷告 感觉好像传道就是一个超人 可以替所有人带倒 但老实告诉你 传道并不是超人 他只是一个人就像我们大家一样 所以如果你想要教会成长 你想要教会越来越坚固的话 整个教会都应该要为他的传道祷告 因为一个全职的神的工人 其实他扛了更多的重担 所以我们要替我们的传道祷告 因为他们是带领的羊群 尤其是如果你觉得他们好像是被捆绑了一样 他们已经跟以前不同了 不是只是在背后说他们的坏话 如果你爱他们 如果你有勇气的话 你就会去跟他们谈一谈 不管他最后决定听你还是不听你的劝导 那这个其实不重要 你就是不要只是在背后说而已 如果他不接受你的劝导的话 你要替他祷告 那如果你没有勇气去直接找他谈 那你就替他祷告 因为祷告可以改变一切 有些时候我们真的不太能做什么 就好像彼得已经在监狱里了 他能做什么呢 但当整个教会替一个工人祷告之后 神迹就发生了 请看第六节 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冰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看这里的形容 你会感觉彼得要逃出监狱 简直是不可能 但祷告就是将不可能的事情 变成可能 第七节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住旁 拍醒了他说 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的手上脱落下来 所以这里记载 当天使来的时候 铁链就从彼得的手上脱落下来 这个天使真的是大有能力 他根本不需要钥匙 他只是一出现 这个铁链就自动脱落下来了 而且他让大家都睡着了 然后他拍彼得把他叫醒 然后这个监狱的门就一个一个自动地开了 那天使便带着彼得出了监狱 这个我觉得非常感人 如果神在帮助我们 如果所有人在替软弱的工人祷告 他们就会坚强起来 他们就可以挣脱魔鬼的铁链 可以重新得到自由 很多很多年前 有一个工人 他其实觉得非常灰心 因为教会发生了一些事情 所以在他的侍奉上 他觉得灰心丧直 当信徒觉得灰心的时候 其实他们可以找传道谈 但是当传道觉得灰心的时候 他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 除了也许可以跟他的太太讲 那那位传道非常灰心 我们知道当一个人灰心的时候 你可以从他所讲的道里面听出来 他的道已经没有力量了 他自己就好像是一个已经破掉的气球 自己甚至觉得有点忧郁 我们不要以为 作为传道人 所有的东西都是完美的 有些传道人是会有忧郁症的 传道也会生病 传道也可以有忧郁症 那当时有一个信徒就感觉到 传道好像不太一样了 他的道理跟从前不一样 他听见其他人在背后批评那位传道 但那位信徒决定要进食替这位传道祷告 他并没有直接去找传道谈 因为他不知道要说什么 但是在灵里他知道他一定要迫切地为这个传道祷告 因为他知道魔鬼想要吞噬这位传道 所以他进食祷告 不断地祷告 感谢主几个月之后呢 那个信徒感觉说 传道好像又变回从前的自己 他的道理又重新充满了力量 他感觉神听从了他的祷告 所以从那之后 如果有任何人在背后 跟他批评传道的时候 或是任何圣工的人员 他就会说 不要批评 我们就只要替他们祷告就好了 或者是你就直接去找他们谈 不要在背后谈 如果你不敢直接跟他们谈 那就替他们祷告 是的 我们真的应该要替我们的圣工人员祷告 尤其是全职的圣工人员 因为其实今天我们在各地 我们都缺乏做圣工的人 最近我们家联又试着要请全职的传道 那我们已经这样宣布了 我们希望有青年 如果有心要侍奉神的话呢 可以去申请这个职位 侍奉神其实不容易 有很多的危险 那下一篇就告诉我们 这个作为传道的侍奉 其实不像任何其他的工作 是一个充满危险的工作 是的 这个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而且你可以得到很多的祝福 但是就像当时作为一个使徒 还有现在作为一个全职的传道 我们都会面对很多危险 当然我不是要叫现在的青年不要来做传道 但是我们必须要了解这个工作的性质 是非常危险 如果没有整个教会替这个工人祷告 你就算毕业了开始做传道的工作 魔鬼攻击你的时候 你照样可以跌倒 那以肉身来讲 它也是有危险性的 有一个传道 他买了这个保险 他试着要买这个保险 那他就跟他的保险经纪谈 保险经纪试着替他找一些适合的保险 那所有的事情都觉得好像蛮顺利的 但最后这个公司却答给他说 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你 那你想要问有什么问题呢 那保险公司就问 你有需要为了工作去任何其他的地方吗 他说有啊有啊 我必须要去不同的国家 哪一些国家呢 那他就说了一些不同的国家 那之后这个保险公司就问 那你去那些国家做什么呢 他说我去那里传福音啊 那保险公司的人 我们会好好地考虑 然后之后再给你一个回复 几个礼拜之后 他接到了一封信 不好意思你的工作太危险了 我们没有办法替你保险 所以作为一个传道 作为一个去各地传福音 侍奉神的工人 你连想要买个保险都买不到 属灵来讲其实更危险 因为魔鬼一直不停地想要攻击神的工人 我们不时都会听到这样的消息 在某些地方忠心的仆人却跌倒了 每次听到这样的消息 我们心里都非常地伤心 因为我们忘了替他们祷告 我们忘了去关怀他们 所以从现在开始 我们要替所有的神学生 年轻的传道或是年长的传道 所有你所知道的传道 不论在世界什么样的地方 我们都要每天不住地替他们祷告 就算已经退休的传道 我们还是要继续替他们祷告 求神保守他们的心 保守他们的信仰 那这一章说 你可以替你的传道做七项的祷告 求神给他们属灵的保护 传道还是要面对魔鬼的试探诱惑 所以求神保守我们的传道 让他们不要陷入了试探 第二 求神给他们属灵的安慰 神啊 求你鼓励我们的传道人 藉由圣灵的大能 祂也可以同样地鼓励我们 第三 求神赐给我们的传道人 一颗洁净的心 所以他们不会陷入 所以他们不会陷入 谎言的罪恶 求神保守他们的心 让他们有纯正的动机 第四 求神赐我们的传道人 智慧 所以他们懂得分辨 如何带领教会走向对的方向 第五 求神让他们可以忠心于对的教义 因为在末世的时候 会有很多假的教义 那我们的传道人就好像是一个守门人 他必须要正确地去传讲神的真理 不是一下往这边 一下传这个 一下传那个 那再来我们要替我们传道的健康祷告 很多传道人 他们一个礼拜工作大概六十到七十个小时 有些时候三更半夜接到电话也要开始工作 所以求神保守他们 使他们肉身的力量 让他们不要生病 最后 最后一项也就是非常重要的 求神使我们的传道人 有一个健全的婚姻 因为丈夫和妻子是一 那当传道非常努力工作 如果他太太的心没有与他同在的话 或者是他们婚姻出了问题 那这一定会影响传道的侍奉 所以我们要替传道的婚姻祷告 不是只是替你教会注目的传道祷告 而是替各地各教会的传道都祷告 那这里第十二章第五节 让我非常地感动 当彼得被捆绑在监狱里时 整个教会为他祷告 所以神差遣了天使 带彼得出监狱 彼得继续替教会做工 教会继续发展兴旺 今天我们有没有替我们所认识的 教会圣工人员祷告 愿神带领我们 请一起唱诗 174首